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7日 14岁的全红禅火了 因为他得了奥运会的跳水冠军 然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了,说他妈妈得了一种病 他说不出名字的一种病 这下好了,有钱治病了 当地的领导就赶快去探望 全红禅的妈妈 还有他生病的爷爷 说要全红禅放心 我们一定给你的爷爷和妈妈 这种全面的治疗 关于就是,胡锡进还写了一篇文章 说这是一个喜剧 其实这是很可悲的 他相当于告诉全世界 中国的穷人是看不起病的 你得去拿一个奥运会的冠军 才能够改变命运 这不只是中国的穷人看不起病 即使是中国这种收入 平时生活还不错的人 你一旦碰到了大病 也会被搞得倾家荡产的 所以我们经常就看到 在网上募捐众筹 大部分都是为了支付医疗费 高昂的医疗费 前不久有一个例子 一个小粉红 以前老在网上骂人 骂那些说国外的医疗系统 多么好的 就标榜中国的医疗系统 多好多好 结果碰上自己 得了癌症乳腺癌 要交几十万的医疗费 交不起了 那只好在网上承认错误 然后向大家募捐 那像这种情况 你在发达国家 是见不到的 或者是很少见的 因为你在那些福利国家 像欧盟 加拿大 日本 这些国家 本来实行的就是 全民医保 这医疗的费用 是由政府都给包了 个人是不用出钱 或者是出很少的钱 也就不存在说 这个穷人看不起病 因为看病 倾家荡产的 这么一个问题了 那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 在发达国家当中 是最差的 但是美国也不存在说 穷人看不起病的问题 为什么 同样也是因为 美国低收入的 这些人的医疗费用 都由政府给包了 政府有一个医保 叫做Medicaid 是专门给那些低收入的人群 还有那些残疾的人群的 那这个收入 要低到什么程度 就可以享受政府的免费医疗呢 这个美国的贫困 或者是这个穷人的这个概念 那其实跟中国不太一样的 不像中国那种扶贫 去扶的是那些赤贫的人口 而美国的这种低收入的人群 他们也有房有车 其实收入 你如果按中国的标准来看的话 还不低的 像能够享受 这个Medicaid 就是这个针对低收入人群的 这个免费医疗的 它这个坎啊 是美国贫困线的100 有百分之133 也就是说 你如果收入达不到这个坎 低于这个坎的话 那就可以享受了 那这个是收入是多高呢 它是根据你家庭人口 那多少来算的 如果是单身的话 那这年收入 大概是一万七千块钱 那样子 那多一个人 那就往上加 那加到四口之家 那大概是年收入呢 三万五美元 那所以如果你算成了人民币的话 这个收入其实也不算低 就是按中国的标准 那就可以享受 像这个低收入的人群 他也不用交医保费 也不用出任何的钱 就可以享受医疗了 那有一些人可能会说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是穷人 所以医院医生就不给你好好的看病 然后不给你用好的药物 那这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那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可能有一些医院 一些医生 他不愿意接受 这个Medicaid的这种医保 但是很多的医院医生是接受的 那如果接受的话 那么就是一视同仁的 你看这一类的病人 跟看其他的病人 对他们来说就不会有区别了 因为他不是直接找这些人要钱的 他是看完了以后去找政府要钱的 所以他就没必要 说替政府省钱 那么那些收入比较高的 超过了这个线的 这个贫困线的133% 这条线的那些人 怎么办呢 这些人如果你是65岁以上的 也可以享受政府的一个医保 叫Medical 那享受这个医保呢 是要交钱的 跟那个Medicaid不一样 那个是一分钱都不用交的 Medicaid是一个月大概要交100多美元 那所以其实也是蛮低的 但是有一个致富的部分 就是致富部分是20% 政府是包了80% 所以这个致富部分就很少了 那有些人可能因为他要看的那个病 是比较昂贵的 可能也觉得这个致富部分 虽然20%也太高了 那么这时候他可以另外再买一个保险 把这个致富的部分也给包了 所以这个是对于老人来说 65岁的老人来说 他们的医疗费用其实是比较低的 那么65岁以下的 又不是低收入的人情 这部分人怎么办 这部分人就要有自己的医保 这个医保呢 是私人的这种医保公司的医保 或者是由公司你工作的 那个公司机构来给你买 作为一个福利 或者是要自己花钱去买 那么美国的医保和中国的医保 是不一样的 这个首先呢 中国的医保 这个致富的部分是比较高的 美国的医保致富的部分 是比较少的 这个致富的多少 是看你这个保费的高低 你可以选的 如果保费比较低的 那致富的部分就比较高 如果保费比较高的致富的匹分 就非常低 而且呢 中国的医保 它是医保的部分 是封点的 就是这个医保出到一定的程度 它不出了 是超出的那一部分 都必须由你自己来出了 那这样子的话 就这个医保 就对这个小病 是有用的 那碰到大病 就基本上没啥用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那么多的人 其实平时收入也不错的 一碰到大病 都要亲家荡产 要去募捐去了 那美国不是 美国呢 它是自负的部分 封点 就每年你自负的 这一部分 付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就不用再付了 然后呢 超出的部分 就全部百分之百的 由医保来保了 所以就不会 不会说 因为你得了一个大病 然后呢 就搞得 亲家荡产了 当然了 的确美国的 这个医疗的费用 负担 还是比较重的 有一些人呢 会觉得 付不起的 经常有一种说法 说每年 美国都有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人 因为付不起医疗费 然后呢 破产了 这个呢 其实是 夸大其词的 是有这么多的人 在申请破产的时候 把这个医疗费 也给列进去了 要求免掉 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 这种情况呢 并不是说 因为付不起医疗费 而申请破产 而是因为别的原因 申请破产 比如说 因为投资失败 破产 然后去向法院 申请破产的时候 就把医疗费 让你给列进去 因为这样容易得到 法院的支持 就是不用付这笔钱了 其实 真正因为说 付不起医疗费破产的 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 有人统计过一年 也就是那么两三万起 这个就很少了 但为什么 说会有人因为付不起 还是虽然比较少 但是还是会有人 因为付不起这个医疗费 然后破产 这有几种情况 有的是因为没有医保 他既不是那种低收入的人群 这个不需要医保 因为政府就给你包了 也不是那种65岁以上的人 然后又觉得又没有这种大公司 不是在这种比较大的公司 公司来给你出医保 可能是属于这种自由职业者 或者是自己做小生意的这种 他就觉得保费太高了 我就赌一把 就不去买保费 碰上大病 完了 付不起了 所以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 可能它是有医保的 但是也付不起那个支付的部分 这个支付的部分 虽然不是很高 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医保 可能最差的那种医保 可能一家子 一连这个支付部分封顶 比如说是一万左右 但是对很多美国人来说 他平时是不存钱的 那是多少收入 就都基本上花关了 花关 然后万一碰到一场什么大病 需要自付一万 那就拿不出来了 那也只好去破产了 还有一种情况 它也是有医保的 但是它在医保系统以外的 这种医院诊所去看病去了 那什么意思 那就美国看病是这样的 你有了医保以后 那么你首先要看的医生 全科的医生 是要在医保系统里头的 就是你要自己要选 一个医保系统里头的医生 平时的病就先由他来看 他如果看不了 再由他推荐给专科的医生 这样的这些费用 这个医保都是可以管的 但是有时候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然后你看到其他的医生 不在医保系统里头的 这个时候医保就不管了 这个费用可能就很高了 美国看病 都是先给你看病 再给你记账单的 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一手交钱 一手看病 先交钱再看病 甚至你要住院的话 是要先交押金 再看病 再住院的 甚至抢救 都要你先交钱 然后再给你抢救的 最近出了一个例子 就是7月初的时候 上海有一个摄影师 到外滩去拍照 然后心脏病发作 送到附近的长征医院 著名的一个三甲医院 结果人家医院 要求你先交钱再抢救 那一下子 拿不出那么多钱 赶快找亲戚朋友 借通过微信转 让最后把钱凑齐了以后 已经错过了抢救的时机 人就死了 所以他哥哥把这件事 捅到往上去以后 长征医院竟然还好意思 去找上海的公安局 去找死者的哥哥 让他写了一个声明 说他说的是假的 其实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 这种事肯定是发生的 都是先交钱 再给你看病 再给你抢救的 美国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因为美国是先看病 再给你记账单 但你收到这个账单以后 觉得费用太高 付不起 还可以跟医院去商量 医院一般会给你一些减免 那减免完以后 还是付不起 那咋办 那就申请破产 可以的 那申请破产 其实也不是一件 多么可怕的事 因为中国 没有这种 个人破产的概念 深圳说 有了 有一个判例 我看到一下 那个判例 他实际上呢 还是要把这个债务 给还清的 只不过呢 就免掉了以后的 那个利息了 他美国 当然这个申请破产呢 像法官说明了 自己的确是付不起这个债了 那法官呢 是可以判决都不用付了 只不过呢 在几年之内 那这个信用会受影响 那是申请不了贷款 所以呢 那破产 那并不是说 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那么刚才说 美国在发达国家当中 是这个医疗保障系统 做的最差的 它差在哪里呢 这个差在呢 这个医保费 是比较高的 就是负担还是比较重 负担比较重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医保费 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 是越来越高的 那如果你有工作 在那种比较大的公司工作 他把这个医保费给包了 作为一个福利的部分 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要自己去买医保的 这个费用就很高 以前你家 如果说在二三十年前 买一个那种最差的医保 那可能就几十块钱 几十美元 一个月 几十美元就够了 那现在已经都翻了好多多倍了 一个月都要好几百 甚至呢 上签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对很多家庭来说 就是比较大的负担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 领域 那就不买医保了 那奥巴马一见呢 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收入 是在比那个低收入要高 但是呢 又没有特别高 也就是所谓的中偏下的这部分人 是由政府来补贴这个保费的 而且根据收入的情况 那决定补贴多少 但是呢 如果你连这个奥巴马一见 都享受不了 这个收入呢 高于了这个平均水平 那么呢 这个保费呢 还是会比较大的一个负担 然后另外呢 这个自负的部分 虽然呢 占的比例很小 而且有封顶 但对于很多的美国家庭来说呢 就可能要每年都要去 看病了 花这么多的钱 那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还有美国的这个药 跟发达国家 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呢 也是比较贵的 所以就是这些原因导致了 在发达国家当中 美国人的这个医疗的负担 是最重的 那么要解决的办法呢 那就是要向其他的发达国家 学习 就搞这种全民医保 免费医疗 这费用呢 都由政府从税收来出来 但是呢 美国的这个共和党保守派 是反对这么干的 所以在短时间内 是实现不了的 但是虽然说 美国的这个医疗保障系统 在发达国家当中 是属于最差的 但是你跟中国比 那就好得太多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再见